春节开电车回家,躲开这两家充电站,第一家叫星星充电,第二家叫小菊充电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家星星充电,假如你的车现在没剩多少电了 然后你打开地图搜到一个星星充电,那有一个充电桩 不要去,千万不要去,因为你去了你也找不到那个桩 为什么呢?星星充电有个项目的业务叫私装共享 什么意思呢?就是鼓励那些自己家里有车位,然后有装的人 把自己的充电桩共享到平台上,然后让其他人去充电 然后再给他钱,就算一个正外快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?只有一个桩它也会放到地图上 然后让你去导航就能过去,可能导航几公里,导航几十公里 然后最后你可能导航几公里,可能导航几十公里 你是去找只有这么大的一个充电桩,多半还是慢充 多数情况下都找不到,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而且那个小区让不让你进,让不让外面的车进,这些全都是问题 你到时候已经没电了,隔半路上怎么办 所以尽量躲着点,当然你如果看到一个大的星星充电站 那种是没有问题的,你就放心进去 然后第二个小局充电,为什么尽量也别去呢? 我们都知道充电桩它上面一般都有两把枪 小局充电站它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? 两把枪功率不一样 先去的那个能分走一大半的功率,可能70% 然后假如你去了前面有辆车在冲,然后你去用另一把枪 另一把枪的功率可能也就20千瓦,30千瓦 如果你电池再大一点,我的天,那冲到猴年马月去 你年夜饭,你都得误了 因为像我们平时试车的这些汽车媒体呢 一般呢都会试电动车 因为现在电动车特别多嘛 而我们自己大多数人家里是没有车位,没有充电桩的 所以你拿到试驾车你就要出去充,我们经常走北京的充电桩去找充电 说实话北京都不是特别的方便,我说的是北京市区啊 更甭提你在高速上什么荒郊野外,那搁到半路上简直太难受了 所以也不要说我可能有哪句话冤枉到某个充电站了 我知道里头肯定有能用的,但是碰到一家不能用的 这个年过得该有多闹心呢 所以去什么充电站呢 第一个国家电网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第二特来电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可能南方的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充电站 一个大充电站里面有十几个装的那种,你都放心去 那最后呢,祝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有电一路平安 谢谢大家